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9月12日 連鎖健身中心舒適保上周宣布 全線暫時結業 海關和警方介入聯合調查 至今也作了一些拘捕 截至今早7點,海關已接獲1350多宗舉報 涉案總金額超過7000萬 當中金額最高的一宗涉及金額 大概有180萬 而至昨晚消委會共接獲2420多宗 有關這次事件的投訴 涉及總金額8600多萬 當然這千多個舉報、2000多個投訴 相信都相當大程度的重� 舒適保停業的時候 規模是全港最大的 有14間中心 遍布港九、新界各地 受影響的顧客以千計 涉及損失的總金額相當龐大 相信都肯定超過8600多萬 這個數字 至今陸續揭發出來個別個案 涉及的金額 即是那單180多萬個單 以及一些細節 公司經營的模式 令人看回這些新聞 都覺得有點匪夷所思 個案也都令人再關注消費者權益 是不是得到有效的保障 怎樣可以減少類似個案再出現等等的問題 根據消費會提過的個案 180多萬個個案 那位市主在2016年就簽了一張10年的會員合約 其實都應該還未完 最近他再簽了兩張會值的合約 分別就在2026年和2037年生效 消費會總幹事王鳳嫻就形容這個個案也挺離譜 批評要求市主簽下一張13年後才生效的合約 是不合情理和不應該這樣做的 又說以往一般收到涉及預繳式健身合約的投訴 公司平均提早一年和客戶續約而已 那人人都聽過也都明白這句話 所謂做過精明消費者 要保持冷靜剋制 要敢於say no 說不 不簽就不簽 沒有興趣就沒有興趣 那就...但是都真是知而行難 再精明冷靜的消費者 可能都難免 因為一時深遠 耳仔軟又或者是很熟的 跟你sale給你那個客戶 缺乏耐性 最終抵擋不了一些疲勞轟炸式的推銷 或者一些軟推銷 簽了一些不合理的合約 當中當然他們有自己一定的責任 但是這個不代表政府立法會 和消費者委員會是沒有責任的客戶 舒適府的個案 再一次顯露了一些消費合約 是不是應該設立法定的冷靜期 以保障消費者不會因為一時衝動 被誤導或者甚至被蒙蔽 可以在一段的合理時間裡 取消合約拿回一些已經付出的寬可 政府在2019年曾經展開過一個為期三個月的諮詢 提出了一些建議 為美容健身服務業合約設定這個冷靜期 後來因為疫情的因素最終是不了了之 去到去年的11月 商經局局長邱應華 在回應立法會書面質詢的時候 就這樣一幅的 他就說2019年諮詢之後不久 那就用回他的原話了 社會環境、經濟情況、消費氣氛都產生了急劇的變化 而香港剛處於復償 企業尤其中小企業營運 仍然面對不少的挑戰 政府會因應經濟環境 投訴和執法等數字 小心檢視有關建議 再決定未來路向 一直沒有什麼決定 很明顯 消費會王鳳嫻認為這次事件的契機 應該重新檢視冷靜期的重要性 舒適府的個案 涉及大量消費者 他們多少會感覺到無辜 無奈 對於繳消費的信心 這種做法受損 進一步會影響他們消費的氣氛 心情 商經局看來就是怕設定了這些冷靜期 會影響消費 以至於影響經濟 這是一個很短視的看法 實際上 任何加強消費者保障的做法 包括這些冷靜期 都會有助推動消費 預繳消費屬於一種經營的模式 市場經濟之下 企業各出其謀吸引顧客 消費者可以比較不同的服務合約 自由選擇其實並無不妥 但是預繳消費出現的問題 甚至陷阱 這個也不是個別的一種情況 是需要研究一下新的法例 去彌補商品說明條例不足的地方 以加強保障消費者 除了設定冷靜期 亦都可以研究一下 包括一些指定限期 指定的限期 以及這些預繳消費的金額上限 講解風險 向消費者 要取得消費者的同意等等 這些規定 政府高度重視這個個案 前晚宣布了 成為一個跨部門的專責調查小組 處理的事件 這是很典型的 這屆政府特首李家超 很喜歡一有事 又有一些跨部門的 這樣小組哪樣小組 這次的小組就是 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主持 成員包括商經局 保安局 海關警務處 和消費者委員會 這件事就發生了至今近一個星期 政府和議員的回應 這個重點 似乎都是擺在調查檢控 或者怎樣追回一些錢 凍結追回一些資金流向等等 怎樣去透過立法 減少不誠實不良的營商銷售的手法 以加強保障預繳消費 谷經濟谷消費等等 這個暫時就未見到商經局 有個角色或者出來說一下這件事 舒適保這個個案涉及消費者權益 跟這個震經濟多少都有些關係 但是現在這件事 由保安局去領導處理 只能夠這麼說 都挺有趣的 十分有趣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聽 和繼續支持 請繼續留言 like share 拜拜